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鲜明来台开垦的历史 青年高中舞蹈科和台湾青年舞团合作 共同演出大礼翼之歌《蓝星宝传奇》 从音乐编舞到服装制作全都是原创 花费两年的时间筹备排练 整部舞台剧共有12段 从妈祖文化、爱情故事到鲜明开垦 要让民众透过戏剧感受当时的辉煌历史 七十胖薄快节奏的音乐带点紧张 却充满热闹的氛围 搭配舞者生动的肢体动作 将中台湾最快智人口的三月拜妈祖 融入舞台剧《大礼翼之歌》《蓝星宝传奇》当中 从抬教者、膜拜的民众、学生依不同的舞姿 展现对传统妈祖文化的虔诚信仰 这个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大礼这个地区 我们对这里有一份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们期待说把大礼的故事 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让我们全台湾以至于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们这里曾经是非常风光 非常热闹一个地方 就像一个历史典故 事实上就是我们生活周遭的土地 还有我们人民的故事 那我们推过这次舞剧的演绎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自己土地的故事 还有我们自己的对这段土地的感情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先民来台开墾的历史 青年高中舞蹈课 和台湾青年舞团合作 共同演出大礼艺之歌《蓝星宝传奇》 邓襄阳作家考剧300年前 蓝亭针渡海来台开墾 到后续打造出蓝星庄 大礼艺等历史故事进行改编 真部台剧总共有12段 花费两年的时间筹备排练 不但服装是经过考剧后特别令制 连音乐都是原创 几百年前蓝亭针总兵来到我们大礼 甚至于中台湾这个部分的一个开墾的历史故事 能够编成一处戏内 所以大礼能见度来讲是有加分的效果 在大型舞台上 大家虽然都是华丽的服装 可是如果你不把这个角色的灵魂给演出来 你会没办法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角色是好是坏是喜是怒 从一开始就是碰到男主角 然后到整个段落的那个心境的转变 然后就是整个过程中 就是学习到最多的就是这个角色的转换 心境的转换 随着时代的变迁 历史会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校方表示身为在地的学校 希望透过戏剧的方式 重新呈现过去那时代的辉煌故事 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礼翼的历史 舞台剧包含了新明开坑的历史 妈祖文化的信仰 还有浪漫的爱情故事 充满戏剧张力 即将在苗栗、台中、园林和台北等地进行巡演 欢迎民众前来一窥大礼翼的经典传奇 记者程抓完台中采访报道